我比較清晰 要回到人間 我買的東西都是屬於比較 物質的 就是家裡都用的 就是疫情的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所有東西基本上都是網路購物 對不對 對 然後你每天一定都會有包裹 上湖有一點 對 然後下午也會有 要消毒 那基本上有包裹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跟管理士借推車 送到樓上去 對 可是你會發現疫情這段時間 因為推得太頻繁了 你樓上下去再上來 然後再還車再下去再上來 光領一個包裹要四趟 那我不如就買一個推車 很想獲利 對啊 這個才強吧 這個理由 怎麼會是這樣 怎麼會是這樣 妳的理由是真的 沒有 我就是紅色的 是紅色的 妳覺得有道理 因為不會被幹走 對 因為 沒有 按照私家的病 你會直接買一台 你單獨的電梯 所以我買推車比較合理 它的病是這樣 因為要領獲太麻煩 因為要還車 就要很懶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疫情在一家 你就會真的越來越懶的去還車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自己買一台 購物車好了 就是專門推貨運 而且跟那種貨車送的是一模一樣 就那種司機在推的喔 但是因為家裡本身的那個 司機在推 家裡本身因為收納空間是有限的 對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台 這個是車子 這是車車喔 它很多人 你把它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拉起來 然後這樣子拉起來 它就可以拖車了 這個很方便 對啊 你看我這樣子想要拖車都OK 那籃子呢 對啊 籃子呢 沒有 他就把籃子 購物袋 就是專門領包裹用的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這個還可以收 就是如果你東西太小的話 這樣收下去 它可以變短 然後也可以變長 但是我們節儉的媽媽 有的時候你還是會買一些免運費的東西 特別是有一些那種購物網站 會說你到便利商店取貨比較便宜 而且它可以轉彎 對 轉圈圈 對 可是如果你推這個車子去便利商店 我會覺得蠻像笨蛋的 就是 因為你要推這個走斑馬路 你不覺得有點笨蛋嗎 所以我還想一想 那到底要用什麼去便利商店提貨 比較方便 我又在上網買了這一台 這台也是推車 酷 對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它可以上下樓梯 對 它收納起來就這麼薄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三個輪子對不對 是專門針對樓梯 就你看我們在戶外有人行道 然後沒有平台讓你推上去的話 它是可以這樣直接拉上去的 然後它有附一個蓋子 蓋子就直接在這裡 可以直接拔下來 然後很簡單 你就這樣打開來 便收納箱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板板 你就把它這樣推下來 好像變形金剛喔 對 就像變形金剛 就這樣把它推 你看它板板就當底了 對 然後再把它拉起來 你就可以把所有小東西 把它裝進去 對啊 這個酷 如果你到便利商店 突然看到有什麼東西 又想買的話 你可以把它蓋子蓋上去 這個額子也可以 在樓梯上面 還可以再疊一些箱子的東西 就這樣 假設你在人行道有砍 或是要回家之後沒有那個人行道 那種坡對不對 你就這樣子 它就可以貼合這個樓梯 有沒有看到 它就直接上樓了 好了 回到家囉 這什麼表情 很棒的 很棒 我想要買 很酷耶 飛車很酷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發現 因為其實這段疫情時間 因為我覺得特別的熱 然後因為你長時間待在家 你有沒有發現電費耗量非常大 然後那一陣子 都有一個新聞告訴我們說 你在家開冷氣 就是溫度設26到28 然後記得一定要搭配電風扇 28 對啊 是最省電的 最省電的方式 然後要搭配電風扇嘛 那因為我家裡電風扇 基本上之前不會吹到 那麼強的電風扇 所以我就想說 天氣這麼熱 我一定要搭一個非常強的電風扇 來把那溫度給降低 然後我就上網買 我就買了這台電風扇 好大喔 這台真的超大 有點嚇人 因為它已經有一點點 它比剛剛小黃還大耶 對 因為我沒有看到食品 所以我在買它的時候有點嚇到 想說哇塞 這根本就是工業用的吧 不是 它這種看起來 像是演唱會前面會擺的 對 擺個兩台 對 然後推那個 或是拍廣告的時候 對 因為它就是已經是工業用 那種片廠用的電風扇 所以當時我非常後悔 想說哇塞 我家裡已經有那麼大 還買一台那麼大的 怎麼辦 而且重點是它沒辦法轉喔 它就是一般的 它就是一個方向 它只有一個方向 然後這邊都不會轉喔 所以你只能對一個地方吹 後來我就問我姐 我說玩得這個好像有點爛 我想要退貨 她跟我講說你是白癡嗎 她說循環扇本來就不會轉 是啊 循環扇本來就是對著一個定點吹 然後讓整個空氣是一直這樣循環的 後來我就發現這台真的其實還滿好用 因為它風力超大 你看喔 你去那邊 我幫你轉 你才可以吹你頭髮 對 我要這樣是 因為我頭髮沒差 你看喔 哇 演唱會 你看它風這麼大 用演唱一首歌 對啊 對 怨婦 真的會冷 怕熱是不是 溫度不好 用表現 噴嚏咖啡 很嚇 真的很冷 小朋友 今天我們的小公主會感冒 真的會感冒 小公主 小公主會打噴嚏 很冷 很冷 她喜歡起雞皮疙瘩 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她配冷氣超冷的 很冷 很冷 真的配冷氣很冷 你知道嗎 會起雞皮疙瘩那一種 不冷 對 它是冷 不冷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台好適用喔 妳的意思是說 我家開27度好了 對 然後我就開這個電風扇 微風 對 然後吹牆壁 然後它其實會有回風 循環 對 然後你又 像我家冷氣有一個角度是 一直會吹到頭頂 就是調不掉你知道嗎 然後之前要買一些那種 會擋的 可是又覺得家裡會被擋住 就那個風沒有辦法那麼順 還有就買了這台之後啊 你就放在冷氣的前面 然後把它往上打 然後你家裡就會有那種 微風徐徐的感覺 但是又是涼爽的 就是這一台 靠這個來做這個 就覺得還蠻厲害 很好的 黑道會冷 欸 生活智慧王欸 真的 這個我買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東西 蠻實用 對 但是疫情在加上 我兒子他們在5月多的時候 其實就線上教學嘛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在 教學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我兒子的那個燈光 好像不是很足 因為他們要一直看三七產品 所以我就在上網買了這個燈條 這不是燈光 這是燈光 在用的 我覺得 它所有東西都可以戴到片場 對 就給你 OK 對 作人也有刷新啊 不是我兒子光的那一種 對啊 燈光的那一種 燈光的那一種 它是這樣子拖著去 你就要戴個反光板啦 你全部都是為那個拍戲 或是什麼 電場設定的 你會不會要拍片 就去我的樓下拍片 他超強的你 這個燈條我就想說 買給我兒子 就是幫他 因為不需要再補光 也不用買桌燈 因為桌子可能小的話 買桌燈就很讚味 明明就小了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 不要啊 它只在一條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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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會閃 喔喔喔喔喔喔 而且真的要配壓電話 它其實後面有附這個磁鐵 但就是你要把它這個鐵片 黏在牆壁上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 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是充電 然後它附的電線只有這樣 好短 對 你要買放電池的那種 對啊 就這麼短就覺得那好廢喔 就好像只能停電的時候用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要怎麼解決 我兒子光線不足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疫情期間 像我們自己一定很常直播嘛 然後或是要拍照 什麼東西都變成線上在處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一個網美燈 後來我發現這網美燈好好用 給兒子當台燈 因為它看很厲害喔 這種網美燈的燈光的亮度 比一般的台燈還要更亮 有沒有 這已經是白光喔 最亮 然後 再來還可以掃 會擔心刺眼這個問題 我是把它打在那個牆壁上 讓它反過來 對 它不可以直接打人 因為它 對啊 它太刺眼了 因為它真的是傷眼睛 對 它不能直接打在那個 小朋友的眼睛跟那個書桌上 不是打在牆壁上 它現在買了兩樣東西 都是打牆壁的 對啊 因為它有正常的光 然後可以打在桌上的就好了 妳人生比較喜歡間接喔 對啊 因為他們線上教學 就這一段時間 我想說那我哪有個網絡 妳常練習打光啦 妳可以買專門的那個台燈 小朋友用的 對啊 明明就是小朋友的台燈 對啊 而且又可以顧眼睛的 而且它這還可以調色溫喔 妳買這兩個就可以買兩個台燈了